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OhmSense的水晶能量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棵是一个葡萄石 为什么称为葡萄石呢? 看它的形状像不像一个一颗颗的葡萄 其实葡萄石是一个硅酸盐矿物 它是经过一个热液触变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刺身的一个矿物 主要是产在玄武盐或者是其他剂性喷出盐的漆孔和裂缝中 葡萄石呢,以内部是非常的干净颜色悦目和颗粒大 且那个圆润饱满呢,是为伤比较好的一些质量 葡萄石呢,是被称为希望之石 它的功效拥有修复、疗愈的能量的一个天然石 所对应那个轮脉呢,为心轮 所以它温柔,有着温柔跟疗愈的一个功效 在心灵上呢,是能够扶贫过去的创伤的阴影 所以今天就是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颗葡萄石 这一颗葡萄石呢,是能够扶贫过去的一颗葡萄石